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军人 我们中国人必须要拿出勇气 和这种道经道德 喝下这碗国酒 杀个鬼子天家 这张大文不管我是否拷着 我都会加入你们的 我都会和你做一辈子的事 去除若狗 保家为国 给你个任务 明天一定给我拖死曾文浩 国经的医疗队是不是要到 他们打哪儿竟然忘了 这什么医疗队的哪儿是日本人 你 你 机不可施了 有点 走 快 车来快 停不住了 车 一死解双生啊 是你的口袋瘦得不够紧 我刚才说得来 你 就算是否很笨 你 是否有什么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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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有什么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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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这些人 你这些人 这些人 都不算了 小姐 你可醒了 你感觉好点了吗 怎么在这儿啊 是胡少爷把你送回来的 姓胡的 我想起来了 她打我 她 她人呢 小姐 小姐 你别动了 你就歇会儿吧 是个姓胡的 她全是敢打我 非常好机会 但她们是虚似的 但是为什么 她们的队 姉妹战争了 失败 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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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是普通的兵士 没有 他们训练了 恐怕 特殉隊员 特殉隊员 有几个特舰员有几个特舰员 为小小部队 有特舰员的特舰员 是有的吗 更有奇妙的 他们有外国人 教训吧 查吧 必须让你确定 是 大哥 二哥 他们来了 刘叔 这就是国军的医疗队 山下留了几个 其他都在这儿呢 这位是来自美国的怀特先生 国军专门请来的医疗专家 专门来看一下水的毒源 看看小鬼子又研究了什么 新的生化武器 好啊 既然来了 那就都是客人 你得把他们招待好了 大家请吧 请 各位请 你的某些估計 请 他们看他 等公司 放称 请 排名 所以 可以 你 ca 你醒了 竟敢打我 那个 这个 我打你也是为你也好 打哪儿了我看 我给你骗弄 这女的是谁呀 姐别 冷静 这么多人哪 再说你也打不过我 对 还有 你鞭子你还要不要 想要鞭子 那你就好好表现 要不想要呢 我回去就把她给收了 你敢 那你让我敢不敢 你让我等着 我又不送了啊 好 那个 小致 带着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行 大家跟我走吧 快点 先生 行 好 小致 你 前 documentation 来 来 来 克明的小子 连我都给骗了 我在那儿白等了一天 他自己跟冯天立 在那边打着热闹着呢 是热闹 自打胡克明上山以后 咱们小青山 是接连不断地出事 现在好 医疗队上山了 还带了个外国人 大哥 你说这小青山 还是咱们的小青山吗 人家是专家 是来帮咱解毒的 老三 你怎么总是傻了吧唧的 解毒也就你信 你好好看一看 那怀特身边那几个人 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我是怀疑 他们上山的真实目的 只要他能解毒 上山就上山吧 大哥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 这个美国人 在咱们小青山 那小青山就大难临头了 怕什么 来了打狗似的 打打打 整天就知道打 鬼子多的是 你打得过来吗 大哥 哥哥 我觉得 你得考虑考虑小青山的未来的 关于小青山的未来 我想得很清楚 老二 以后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相信可明了 好了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宋文昊在排队 等待国际医疗队 给他注射解毒药物 他一天都在山上 不可能透露消息 又盯着我 他在山上一整天 我也盯了他一整天 我也没机会去 那你说日君 怎么知道我走北山线 我跟你说过 有些事情 一个人做不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干什么事 都得带着你呗 我没这意思 你就不会想想 小青山这些老的 就都没问题吗 我可没这么说 不过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 我现在也不好说 我前后想了一下 在你行动之前 孙震掌上山了 然后呢 孙元启生意畅通无阻 你觉得 要是没有日伪那边的关系 他能做到吗 他和小青山的生意 来往也特别密切 现在美国人上山了 他们的破坏会不留余力 我觉得不仅仅是孙震掌 要是说不仅仅是孙震掌吗 我谁也好 我都有的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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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来 我这天是水 我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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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 认识啊 挺漂亮的 好久不见了 一二九到现在 不好意思 是啊 你晃眼八年了 还记得那会儿 你和同学上街看完游行 被军警通缉 还在我那儿躲过一晚 抗战打到现在 你觉得那会儿 举行游行抗议政府错了吗 我没说你错 当时我只是希望 你和我一起去美国 扔下祖国独自受苦受难 我去美国 我做不到 那这几年你在做什么 做我该做的事 在小新山抗战 这里有什么 你可是学医的高材生 就算是抗战 你有你用你的地方 一把手术包救不了中国 对了 你呢 你不是去美国学建筑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珍珠港事件以后 我就会怀疼回国了 他是我老师 他是你老师 建筑专家 若贝 你告诉我 你们到望海珍到底是来做什么 对不起 这是寂寞的 我不能告诉你 好吧 你呢 嫁人了吗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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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找一个手术 你呢 好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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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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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我呢 这天也够热的 一天没喝水了 让我喝一口饭吧 想喝吗 告诉我 你们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我就给你喝 老二点 你说你们这一走 是死是活的 连个信都不给我们 我说你们真的别问了 我也不会说 我告诉你们了 那叫机密嘛 什么机密不机密 老是说 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老大不让我说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 你知道我们这天怎么过的吗 我们真以为他给调走了呢 传人家 你是不是听听盼了 让老大被调走 你存什么情况 别挑拨李箭啊 他调走了谁负责 我让指着他 行吗 我让你打个比方 我什么嘛 我听说老大成亲了 有没有这事 我们都知道了 这事我可以跟你们说 你赶紧说 赶紧说 赶紧 凑近点 我给你说 那只母老虎啊 别动 敬礼 敬礼 队长 特战队前来报到 最近 在军部伙食改善得不错 一个个精神状态都挺好的 老虎 到 我不在的时候 训练严格完成了吗 严格完成训练 还不如你在呢 老虎训练 压根就没把我们当过人 就是 主要出的就是你 还真拖嘴 都有 咱们不知任务 这次你们上山 我也踏着多了 这次的首要任务 保护好怀特和高飞的安全 我们跟日本人交过手 他们知道怀特在我们当中 一定会不择手段地 破坏我们的任务 怀特先生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寸步不离 誓死保护他的安全 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接三休息 是 干什么 都不动啊 真等着给分个钱拿 明天越野五十公里 来看看嘞 卖泥人喽 这位太太 这些泥人做得还不错 个个都是有来历的角色 别看不起眼 厉害着呢 给他们新发现 这些人看起来和胡克明 都很熟 个个身手不凡 对了 还有一个美国人 看来这次他们的任务 还不简单 好 您看看 这个泥人不错 还不错 那就买这个吧 好 您拿好 谢谢 走好 来喽 来看看 卖泥人喽 卖泥人 二哥 来了 二爷 三爷 王营长辛苦啊 二爷 大当家的伤得大爱吗 不大爱 多谢王营长 还惦记着我大哥 多谢啊 王营长 我可得谢谢你 虽然小安和附近 没打着鬼子 可宗敏毕竟辛苦跑了一趟 谢了 应该的 弟兄们的毒都解了吧 都注射了血清 过两天就没事了 那就好啊 小鬼子这次 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 这个仇必须得报 是 那是 那是 不过从这件事上看呢 国君以小青山 是要多走动走动 老孙逗 我这不就是来了吗 是 是 是 二爷 可明在哪儿呢 我都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 找他合计合计 他在后山 去找他吧 三爷带路 这边 走 走 冯梅 二爷 你又要干什么了 这 卫文医疗对呢 就来 要喝酒的 就是 你帮忙查一下 这医疗队在小青山上 到底要干什么 有什么好查的 还不就是因为 有人下毒的事吗 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简不简单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你 是他们自己 没抓住机会消灭医疗队 还来找我 我告诉你 我没打算和日本人 一条道找找黑 孙政长 如果以后再到山上来 跟我说这些话 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 二爷 别别别别 我跟你是好说好商量的 二爷 你这个帮黄金办事 是有条件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的条件啊 杜鞭司令 他全答应了 怀特先生这次来小青山的主要目的 是勘查四周的地形 看看四周山的高度 风速 气候 还有就是是否便于防守 这些都是刊测后才能决定的 这四周的山都得查 那当然 北山 南山 小青山都得查 南山简单 没有人随便去 小青山呢 和刘念碑说说呢 也有可能 北山 冯天理会让我们去 我觉得不可能 说说看呢 他是晚南事变突围出来的 对我们国军有看吗 小青山看到需要几天 医疗队的事 你只要帮了他的忙 杜鞭司令 他就给你委任状 你呢 就会带着小青山的弟兄们啊 风风光光地回东北老家了 你不就是想带着弟兄们 跟着刘哉主 雷三爷 一起回老家了 你手上有了杜鞭司令签字 颁发的委任状 你们以后 再不用在这里飘着了 以前你们得罪黄军的事 既往不救 你看 你看这杜鞭司令 他是多大动啊 二爷 现在呀就看您的态度了 其实啊 查查医疗队对你还不容易啊 关键是 要搞清楚那个美国人 到底要干什么 你还要干什么 五天 吴天 先从小青山入手 北山我想办 怀特先生是以查读员上山的 必须要给小青山一个说法 老虎 到 看好水源 小青山的水源不能带出问题 是 黄议长 怀特和高威小姐负责勘测 特战队负责保护 鬼子那边就交给你 那我现在就下山 他们两位就拜托你了 宋敏 看下山了 陈镇长 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好好 林先生 镇长 阿姨 你这个 我在胡克明那边啊 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那就好 那就好啊 二爷 我 林先生 告辞了 告辞了 什么 只见了裴而已 是啊 我还以为他会想方设法地 接近曾文昊吗 我们最近盯曾文昊盯这么紧 曾文昊不会没有察觉 难道是孙元启出了问题 小致 下山盯着孙元启 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行 我这儿就去 林丰 我虽然谢了你的脚料 但并不表示 我完全地信任你 还有 离怀特远一点 我再说一遍 我只是为了知道 你想赚什么 我说过 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你跟高飞到底什么关系 你跟高飞到底什么关系 刘小姐 怎么了 有事吗 你认识林峰 我们六年前 在北平市同学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 同学而已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笑有关系 不是恋爱关系吗 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就不对 你看我的眼神也不对 那不一样 还是有区别的 行了 可敏 这件事情也在问了 别太为难我 行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就不问了 我就一点 尽量离高飞远一点 你不了解他 他自己很清楚 他自己在做什么 还有啊 我林峰 从来不做利用女人的事情 这点我相信 我也一定没有你了解高飞的 我还是那句话 离怀特和高飞远一点 生气了 不就让你离他们俩远一点 至于吧 至于吧 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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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心了 热闹 的 Fur 国民党派他来执行任务 倒也算是走了捷径了 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想在小青山 在望海镇 搞什么名堂 这个 相信山上的同志会查清楚的 只是 怎么 护送医疗队来的这些人的 初步信息资料 你也看到了 我军的特战队嘛 个个都是好身手 这些人是特战队吗 是 在这些人的认识 他们的医疗部队不担心 他们只保守那些美国人 那 那是正确的 我军的准备是全然的 他们只能够几个数人 直接攻击 是 在望海镇和小青山上 原来是特战队 那是特战队 那些北国人是什么 有识识吗 辛苦啊 站住 怀泽先生正在工作 请不要打扰 測量的一样 少なくとも水源調査ではありません 測量調査 是 我看不清 湾海戦是我的管理下人 国分大队から何百公里也在 什么人是谁 湾海戦是什么 是否有所謂 但是 湾海神也有很多地方 他們的司令部 不可能會出了這種指示 不是 那個 全員在山那裡嗎 你們在這兒幹嗎 懷特先生怎麼工作 我無權顧問 我去看看 我不看了 沒事沒事沒事 阿絮 老大讓我們小心的人 是不是他 他們是特戰隊的 而胡克明只是 國民黨的一個特工 這說明 這個美國人 來此地的任務很重要 國民黨不惜派遣精英 在他的身邊保護他 我指的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 你說 他們跟這個胡克明 像是認識的 應該很熟悉 那你覺得 是特工的作戰能力強 還是特戰隊的 作戰能力強 當然是特戰隊的 他們都是絕對頂尖的人才 那他們在行動的時候 還看胡克明的眼色形勢 不管是誰 都不能輕易靠近懷特先生 有機會 但是他們從 reduce油門來看 那些車子 那些車子 對的 也行啊 那些車子 你也好嗎 你原來的 你壞雨 的确是有这么回事 那这事儿倒有些奇怪了 这事儿 这事儿 很严重 国军首先是特派人 那之后 北国人来了 更加特战队 为什么 他们必须有大陆队 他们必须有大陆队 他们可以拒绝 我会提供的部队 他们有特派人 如果他们开始动 我们会有損 对 在船域的部队 在船区部队 在船区部队 回来了 辛苦辛苦啊 这都不容我眼这么沉的都不 怎么让你的拿来 来 我帮 藏医生 不用了 我们走 是我 跟我说 人家那玩意儿你又不懂 你别帮倒忙 不是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不是 我跟着你 你答应要听我上课 是不是 今天第一集 走吧 走吧 我还好多事呢 不是 我 我仓库一堆 我跟着你说啊 一节课就一小时 不耽误你正事 来来来来 老师 来来来 老师好 同学们好 今天上课之前啊 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 新同学 曾文浩同学 大家欢迎 同学啊 这么大了还能上学 还能上学 同学呢 同学们 曾文浩同学啊 很调皮 大家要监督她好不好 好 那行 你 坐吧 坐坐坐坐 你 高飞 嗯 这里 这里有雾 应该是二百三十四里 对不起 我的失误 你是不是有信心 没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山上的那个男人 你跟他很熟 可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怎么了 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 也经历了很多爱情 但是你现在 遇到他这个人 你不觉得这是缘分吗 我现在哪有功夫 想那些事 但是战争是罪惨无人道的 在这个不满闲血 恐惧 丑恨 苦难的时代里 我觉得爱情 显得更宝贵吗 高飞 从你的眼神里 我能看出来 你爱他 要不然 在美国那么多年 怎么解释 你拒绝那么多追你的人 爱情 我早就忘了爱的感觉了 忘了 忘了怎么了 你去把他找回来 你现在去跟他谈 我来做 什么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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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照顾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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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们一样大的 一个孩子的故事 那时候啊 这孩子的家 在美丽的松滑江畔 那是一片美丽 又富饶的地方 他每天和小伙伴们 在田野里穿梭着 奔跑着 他们当时就互相约好了 长大以后 要一起考大学 学业归来 建设自己的家乡 后来孩子长大了 他如愿地来到了北平读书 可就在这时候 爆发了九亿把尸鞭 他的父母 也死在了日本人的墙下 他回不去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应该去哪儿 他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回到 他那肇死不想的家乡 但是甚至孩子 最大的愿望 就是等你们长大以后 中国再无战事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国家 早已驱出大陆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 一定能站起来 挑人下 conflict Excellent 잠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老师们再见 再见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慢点 说得太好了 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失者 传道 授业 解惑 你的课 我 明天还得来 我帐房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说得好啊 林峰 那现在那个孩子在哪儿啊 不知道 林峰 有时间吗 我们聊聊 好 林峰 是我先来找你的 清清 我一会儿去找你 我 去吧 你两个儿去 克林 你 你可以去这儿也 对 tecn 你 可以 我 一个人面对几十万关东军 我说现在好了 美国人也参战了 我真的希望 战争早点结束 我想回家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你老是问我 东北是什么样 下大雪的时候好不好玩 能不能看见老 能不能看见东北火 其实 我在美国 也会常常想起 我们在一起的事了 是吗 我也在想 当时我去美国 是不是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看 你现在到小青山来了 还执行秘密任务 不合适的 别想套话 在你来之前啊 其实我是很担心的 我不知道 柯敏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现在你来了 我放心了 至少你不会帮鬼子做事 那你呢 我想 你應該不會只是一個 簡單的老師吧 你到底什麼時候 現在換成你來套我底細了 那 這幾年 你有心愛的人嗎 我期盼大地 鮮花綻放 奴於這盛街 紛亂的陽光 我期盼世界 遠離一盞火 和平的重手 在耳盼橋下 熱衣 很多人 你 月天堅囊 我無沙 無清累累的創傷 那親手中的老槍 都上山以大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